中国南海军演强力反击美军舰闯西沙 最近路透社等外媒频频炒作说 中国海军27号在南海相关海域举行的演习 就是要给美军点颜色瞧瞧 真的是这样吗 对此中国国防部表示 你们想太多了 这只是一次例行训练 但是近日中国海军的实战演练 却实实在在地显示了我军的军杯 先是东海舰队航空兵某飞行团 组织了对敌战岛礁进行突击轰炸的演练 在低气象条件下 隐蔽突航 凌空轰炸 这效果简直堪比好莱坞大片 与此同时 南海舰队航空兵部队也开展了 立体化攻防对抗 实战化实弹射击 跨昼夜飞行等一系列科目 极大的提高了航空兵的远程机动和突击突航能力 此外 北海舰队也组织了一场 没有脚本的潜艇深海攻击演练 尤其是这次演练采用自由对抗的方式 让参训官兵嗅到了实战的硝烟味 精彩大片轮番上演 网友惊呼 厉害了中国海军 确实这样的军演场面是非常地震撼的 我们看看在线观众期还有哪些问题 好 我们先选一位观众 他有一个猜测 请嘉宾给证实一下 小纯纯说 我看媒体报道说 南海舰队好像也已经进驻到永兴岛的机场了 这是针对美军舰所谓巡航西沙做出的反击措施吗 下一步咱们又会有哪些相关的举措呢 发现没有 最后一句总是问中国的应对措施 哪位前面 曹老师 这样 就是这个西沙机场 实际上它在永兴岛上 这个机场1991年就建起来了 那么我们的海军航空兵部队已经进驻了 不是现在才进去的 已经20多年了 在它竣工的时候 我参加这个竣工典礼了 那么当时我们只有殲-6的飞机 还有运-7的飞机在上面 而现在过了20多年了 我们现在飞机有尖轰-7 有这种就是殲-11B 还有这个千轰-7 所以飞机的机型变得多了 数量也发生了变化 包括它的战备等级也有变化 我们先说 这个机型多了之后 它就可以执行更多的任务 那么再有一个 就是数量多了之后 它当然执行的这个打击的强度 就可以更大 那么飞机员呢 它由于就是常驻之后呢 它有三个等级 第一等级就是一级战备的时候 钻到驾驶舱里边 随时准备起飞 二级战备坐在旁边的休息室里边 马上就能够登机几分钟之内起飞 那么三级战备是在这个岛上 不要出英区 那么对于外国的这种军舰的 来挑衅或者抵进侦察 那么我们第一是查证 第二是跟踪监视 第三是驱离 那么我们现在的原则是什么呢 就是我不打第一枪 但是绝不给你第二次机会 然后这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当你打了第一枪之后 你要么枪被我打坏了 就是没有武器装备了 要么你人被打死了 或者你枪也坏了 人也打死了 就不给你第二次机会 所以请这位网友放心 我们的人民海军 是可以守护住 我们海上方向安全的